大家好, 来到第六集的《拜仁我来》 今集我想和大家一起去看看拜仁州的博物馆 但不是一般的历史博物馆或美术馆 而是一些主题比较特别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有听过或去过以下多少地方? 事不宜迟, 我们一起去看看 学着德文的同学应该有见过这本Studio 21 而上到A2便会见到这个封面 原来建筑位于慕尼克的BMW World 德国车世界文名, 大部份车厂都有自己的博物馆 BMW将陈列展览BMW World和博物馆放在同一个地方 形成一个很全面的体验 他注重将公司的发展历史透过不同的产品呈现出来 可以见到BMW作为一间汽车公司 有什么成功或失败的产品 另外,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BMW的牌子是蓝白格仔? 因为它代表了拜仁州的旗篱 下一个就是足球队FC Bayern的博物馆 其实我自己不是很看足球的 但这个FC Bayern在慕尼克的气场实在太强了 在市中心里也见过他几间的纪念品店 在好奇心驱视之下, 坐车过去看 不去就由智可 去了是真的有点害怕的 因为它的博物馆好像入了邪教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因为在里面工作的工作人员 个个看起来都很热情 非常开心 他们还很乐力去推销你参观一下他们的足球场 习惯了德国人的滑幕 突然遇到这么热情的员工 是真的很害怕的 他们的博物馆不止剪出了这么多年拿过的奖 还有一大堆印有FC Bayern的纪念品 包括奶嘴、啤酒杯、饮品 无论是你想象到还是想象不到的东西 他们都有 是否很棒呢? 这次去拜仁州给了一个机会我 去附近一个叫Alsborg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城市比我想象中大 而且还有两个很值得去看的博物馆 第一个就是纺绩业博物馆 由于香港的纺绩业曾经都很蓬勃 所以看到这个博物馆 我也很有兴趣去看看 其实Alsborg的纺绩工业 历史比香港更长 博物馆剪出了以前用的机器 还有很多Alsborg出产的衣服 还有不少珍贵的旧照片 不过它和香港一样 都是因为全球化、工厂外移而受到影响 现在Alsborg已经不再是德国的纺绩业重镇 看回一些旧照片 就算不是德国人 我也觉得很可惜 Alsborg除了有纺绩博物馆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这个博物馆就是哥德学院的同事 在brainstorming的时候推介我去 就是木偶剧场 Puppenkista 我本身是很害怕小丑类和木偶类的物体 但去完之后 就对木偶剧多了一份尊重 木偶剧在Alsborg有悠久的历史 它本身是一个家庭式经营 后来发展成熟 由设计木偶到场地布置 都是一个工艺的表现 有些传统德国故事 例如Roiberhutzenblotz 都曾经以木偶剧形式出现 这些木偶剧 现在还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 最后一个 就要带大家去一去纽伦堡 纽伦堡每年都有全世界最大的玩具展 所以亦有一个玩具博物馆 不过我个人对德国火车很有兴趣 所以我就去了纽伦堡的Deutscherbahnmuseum 这个博物馆是由蒸汽火车 带入德国讲起的 一直到路鬼的建筑地图 二战时火车如何送犹太人去集中营 以及未来的德国火车设计都有 博物馆放有珍贵的王族火车 以及Bismark曾经坐过的火车 如果你自问是一个铁膠 看到团马线开通会很兴奋 那就一定要把这个博物馆放进你的bucket list 里面 去完这么多地方 我觉得对一个地方的历史背景 或者一个文化故事 有更深的了解 今集我们的内容就去到这么多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一些比较特别的博物馆呢? 不妨可以在这个留言留言 留言的朋友可以去哥德学院的图书馆 拿一粒拜仁慕尼克的堂食 手快有手晚没有 先到先得啦 我们下次再见啦 Cheers!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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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